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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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万块一过啊 南三给你啦 他就是投一次可能是五千块 然后过后就一千一千这样给咯 给到啊一万块啊 为止 所以有了这笔钱啊 当然市场我认为啦 就是短账至少在啊 明明两三个月了哈 这段期间 当市场有这一笔资金投进去的话 如果你本身是开店做生意的啦 可能你就哈 会看到哎 最近行情好像好转了上来咯 不过啊 到最后这个一万块啊 当然也是有花完的一天嘛 对吗 不可能永远花不完的 然后啊 这笔钱一万块啊 也意味着说 未来可能你五十岁还是五十五岁的时候 你的EPF的户口就会少掉这个一万块在那边 也意味着说啊 未来能够啊 人民能够花的钱啊 EPF里面这一笔钱已经不见了 OK 已经提前在这个时候来花 这就是他啊 最大的后遗症哈 如果啊 现在动用到这个一万块的话 所以我本身认为啦 当然如果从最悲观的角度来看啊 这就是所谓的 一个像啊 回光反照啊 只是暂时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未来这个COVID-19 还将啊继续恶化下去啦 特别是最近啊 很多国家地区咯 疫情啊 有升温的这个迹象 像啊巴西啊 印度 意大利啊等等哈 非常多国家 甚至美国的一些周数 他的啊 确诊的这个数目啊 又重新飙了上来 so啊 也希望大家当然啊 啊 如果这一万块你好好的利用的话啦 毕竟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哈 能够啊 降低你的这个压力 来让你在这个啊 非常时期啊 也是啊 至少手头不一将精咯 能够来啊应急一下 这也是啊 政府最大的一个目的 手全球今天啊 啊 确诊增加五十四万一千八百十九人 全球死亡今天增加六千九百零四人 马来西啊 今天单日确诊一千零七十个人 然后死亡的人今天多了七位 不过今天啊 马股哈 又是啊 回调的一天 KLC啊 也跌了一点一点 手在一千五百八十四点二四点 今天啊下跌的counter四百九十三个 上涨的只有四百二十三个 手今天啊 主要了哈 啊 是科技枯咯 我看到科技板块啊 撑住这个产面 然后跟一些仙股 OK 仙股之前已经啊 说了很多次了 就是最近你会看到那些 啊 可能已经亏了好多个季度 可是股价反而这段期间 飙升了啊很多上来的一个怪像 当然我不排除这种怪像的背后啊 就是一些专家咯 还是一些所谓的大师 在他的group那边啊 做by call OK 虽然最近sc啊 抓到很紧哈 如果你是那种玩短线啊 然后你本身在你by call之前买进一大堆 过后你在你的group来release一个啊 by call的message啊 其实这是犯法的OK 因为你在做啊 操纵这个股价的一个动作 所最近也确实啦 sc哈有开始在抓人OK 如果你是用这种啊 这种啊做法啦 就是by call之前自己买了一大堆咯 by call之后 当啊大众把股价推了上去啊 你马上又出完你的票OK 这其实是一个啊犯法的行为 不过我觉得这个行为最近似乎在啊股市哈 是常常可以见到的OK 很多先股就啊 莫名其妙这样子被炒了上来 所以今天啊像 当然最近有一个集团哈 Bernjaya Group 成功集团很多相关的公司啊 最近股价都啊起了上来 因为像之前他也是公布哈 一个新的高层进去他的集团做事 然后很多人觉得 诶似乎啊这个集团的未来又好像变好了 OK 当然我不懂啊 我本身啊这个集团哈 我没有啊深入的去研究 把今天像啊BjLand啊啊起了4.4% 这个BjAsset Warrant B啊4.2% 然后啊DSONIC啊母股5.9% 然后他的Warrant A啊4.3% SMTRACK啊33.3% 最新业绩是亏了比较少 iTronic啊6.7% 他最近做了量解备忘录 要来收购一家公司的股份 就是BlueMon啊 啊Financial Group哈 他的一些股份啊他要做那个MOU要来买 然后像Ampair啊也起了7.7% 我本身啊当然不停在做一个选股服务 Zams Stock Pick 就是每个星期我会啊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我根据这个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啊选股 来到今天啊相当多我的选股啊回酬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啊Francon今天也起了3分 守在5块2 最近Francon也是要做啊Bonus Issue分红股 我之前选Francon他的股价71.5分 也派了股息8分 这两年7个多月也是有638%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啊12年 所以这就是长期投资的威力哈 当然我这个期限也不是太长啊 只是两年多的时间啊就起超过啊6倍的回酬哈Francon 所以如果你在Francon这只股啊杀进杀出那一种啊 那么啊很可惜你可能就啊赚不到这一笔钱哈 超过6倍的回酬 然后像啊UNISAM今天啊起了16分 守在8块4毛1 他最新的业绩啊YOY转亏为盈 之前我选UNISAM他的股价2块5毛8 他也派了股息12分 这一年啊10个多月也是有231%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7年 KGB啊今天起了3分 守在2块1毛4 最近有基金也是在买KGB的票 就是Aberdine Standard Investments Malaysia他一天也买进了11万股 之前我选啊KGB 他的股价啊96.5分也派了股息3.3分 这两年三个多月也是有125%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啊5年 so当然还有其他的选股我这边不说了 so啊你可以来join一下这个啊选股服务 那么每个星期你会收到一份来自我的这个选股的名单的list 我会用啊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 啊就是很多大师像巴菲特本身所在运用一个啊正确的哈投资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会从啊挂牌公司的财务报表啊就是年报跟季报里面一堆的数字 我会filter出各方面比较优秀的公司 包括啊公司的管理层必须啊好哈 然后啊资产负债表啊现金流股息各方面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但我觉得最重要啊中长期了这些公司的啊前景必须要好 能够有一个啊成长的空间 然后啊这当然也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啊 we suggest to sell buy and hold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两年之后如果全球经济啊v-share反弹 如果疫情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但是如果未来这些公司啊做到更好的话发展壮大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啊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so啊非常欢迎你可以啊直接来啊whatset我或者email我 我的whatset号码的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啊pm我都啊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今天来跟大家聊这一家公司咯啊 啊相信只要你是malaysian 你应该都啊应该知道这家公司了哈 很可能你也逛过他的店 这家公司就是啊paxson holdings brehat咯okpaxson so当然我本身而言啊也是一个童年回忆哈paxson 因为以前啊小时候也是常常有被啊父母咯有带去啊 逛一逛啊他的一些啊店面 sopaxson啊今天不错 逆市也起了啊12%啊成交量也是巨大的 他是收在28分的一个价位 sopaxson因为他之前啊股价低的时候他都有偶尔哈 有做一些sbb companyshare buyback啊就是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啊 变成库存股 so他最近当然赚到了啊 因为paxson他也趁着现在股价啊比较高了28分 就把他之前买进的库存股啊跟他resale出去哈 把从公开市场 把他之前啊买进的库存股啊跟他卖啊 卖回给市场了ok这种操作 so今天他这一轮他resale掉他的票啊他也拿到83万的马币 ok so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觉得啊挂牌公司哈 如果我本身是挂牌公司的老板了 我当然也会趁着如果公司的股价低的话 我会啊当然会啊买进了自己的票 因为你知道啊公司的value是在哪里啦 如果你觉得这个啊市场的价钱不对是低过你公司的价值 你当然可以买进 只要等未来啊股价公司当然公司股价比较高的时候 你就把它卖掉这种操作啊其实是非常赚钱的 像我就想到像啊大众银行publicbank哈 他以前也是这样子啊股价低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烧自己的票 然后等到自己公司那时候是起到差不多25块了 before他啊bonus issue之前 他就在大概25块左右的价位啊也是卖到完自己的库存库也是赚了一笔哈 ok so挂牌公司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的啊来赚钱的 so parkson啊不错了哈 因为他之前他现在股价高了当然是可以啊 把握住这个机会 so去年啊三月当然熊市啦 那时候他的股价也是被呢丢到剩下8分前 意味着啊短短哈一年出的时间啊 他的股价从8分飙到今天的28分 也是标了一个2.5倍了250%啊 啊我觉得不错啦 因为parkson 其实你看他的业绩啊他已经连续亏了11个季度 ok你没有听错啊parkson也是这种公司哈 就是我之前讲亏了很多个季度然后股价反而飙升上来的 so parkson也是你没有听错亏了11个季度 可是他的股价一年出啊飙了一个2.5倍了 so啊这种丈夫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上8年咯 他竟然在一年出啊做到了非常不错 是指啊marketcap啊现在是3.1亿的啊marketcap的一家公司 nta是偏高啦他的nta是1块5毛3哈 远远高过于他的股价 最新业绩2月24号啊yoy进步两个季度 就是说yoy他两个季度啊跟之前来比是亏损有所减少 ok他这两个季度还是亏钱的 然后他这个季度啊他也亏了2827万哦 ok亏了一个2827万 so当然亏了11个季度啊你就看到他的nta越来越小哈 就是因为他亏钱的关系造成他的equity啊就越来越小了 ok so他的nta其实是啊变小的 除非他未来能够break even so讲到parkson啊该说了啊应该相信大家 都有一些人也是很多童年回忆哈 ok 因为其实parkson他以前啦会比较赚钱的 ok他只是到了最近哈才开始啊亏钱 从parkson相信啊大家都看过啦 就是在很多组那些比较中大型的shopping mall 在马来西亚你都有机会看到哈他就是在里面做retail啊门店 然后当然他所卖的产品啊是啊非常多样化的衣服啊一些五金啊各种各样哈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他都有在卖 然后啊他本身也是拥有一些property啊可能拥有一些店 然后他租出去来收取租金 然后他也就做一点credit financial的一些service 就是一些金融啊微型贷款之类的业务哈他其实有做一点 so parkson当然啊我们知道covid19哈弄到最近的门市也啊生意其实这段期间来都不会太好 so 今年他们已经confirm要关掉两家店了哈 ok 这两家店第一间就是kl的parkson plaza oug ok 这个也是在kl蛮久的这个parkson啊他今年要关掉了 因为他说他的租约了在今年的年中啊就会到期了ok 然后可能也不怎么赚钱了他们就要关掉 然后另外一间他没有披露哈 他只是说另外一间也是啊不赚钱的一个店面了他要关掉 然后其实还有第三间啊把他们还在啊考虑当中啊到底要不要关了ok 第三间在考虑住 这第三间就是在槟城的啊parkson first avenue ok 槟城的这个parkson first avenue啊也是很很老牌的一家parkson 他说在考虑了年中的时候他的那个啊租约也是啊 应该是到期了哈在啊年中的时候 然后这间啊槟城的parkson啊他的人潮是越来越少了ok 所以他的管理层还在考虑当中哈要不要关掉 所以其实parkson啊他在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啊他已经关掉了啊 其中一间在JB哈星山的parkson holiday plaza ok 去年年底已经关掉了 然后另外一间是啊serenbang terminal 1的parkson啊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关掉 所以这两间关掉的原因都是一样了都是啊不怎么赚钱哈哈 所以当然要关掉 所以截至啊去年12月底的时候啊parkson在malaysia有40间店面 ok 所以如果今年他关掉三间的话那当然他malaysia只会啊剩下37间店面 ok不过管理层啊最近接受采访啊他们是挺乐观的ok 管理层是说最近啊市场有开始picking up哈就是最近市场似乎有好转 所以原因可能就是刚才我开头讲的哈就是最近很多人从啊EPF拿出这个1万块来消费 ok市场无端端哈你想像如果每个人的钱包突然间躲了一个1万块出来 so1万块啊如果有1万个人啊ok乘以1万块的话就是1亿的资金了 其实也是挺大笔的哈 只要如果这个1万块都投入在这些shopping mall的啊消费等等啊 当然啊不排除parkson也是这样子了就会啊是一个受惠的一个啊商家了 ok所我觉得呃这个EPF的1万块啊是挺powerful的哈短账了 ok至少短暂这段啊时间 然后啊他们parkson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啊他们也重新推出了他们新的啊不是新的啦可能就是有经过加强啊 啊重新包装的一个online的平台了OK 因为online是趋势了啦 包括padini哈他们最近也是一直要做online的sales 比较有名的我们知道像lazada咯shopee哈这两个做到啊其中两个最大的在malaysia so当然parkson啊他也是哈要重新推出了在去年12月自己网上的一个交易的平台 好我们来看啊这个2月24号啊最新的业绩 首着6个月来啊ok其实他的啊retelling的segment哈他的门店的生意啊revenue整体是下降的跟去年比哈就是他的收入门店跌了10% 从去年18.5亿啊跌到今年16.7亿啊但是他的operating profit啊就是税前的这个利润哈反而是啊暴升59% 原因啊是他中国哈OK因为其实今年这6个月来他在啊中国那边是做的不错啦OK他的中国是进步挺多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也是中国啊 啊这个经济增长啊当然比其他国家会来的凶比较快 因为我们知道像啊去年哈中国武汉是先爆发的然后但是他们因为做了很彻底的封城啊种种的措施 所以你看到啊中国的GDP的这个恢复啊也是啊非常之快速OK 所以就是因为中国的segment的关系啊他今年这6个月啊他的operating profit 暴升59%从去年1.1亿啊来到这个1.7亿 所以当然他中国这6个月来啊他的revenue收入是起了3% 从去年13亿到今年的13.4亿原因是啊其实去年年尾他说中国的sales不错哈 因为啊去年年尾有所谓的圣诞节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promotion 啊在中国那边哈促进他们的消费然后今年他的efficiency啊这个效率中国也是比较高 然后他们啊cost control哈成本管控方面也做的比较好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operating profit今年是暴升91% 从去年9071万啊暴升到今年的1.7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中国那边真的是做到很好很强OK 他是说目前他在中国的28个城市啊总共有42间门店哈 Paxson做到这样好啊可能不排除了他在未来中国啊会不会开更多的这个门店OK 啊是有可能的哈 Paxson在中国是做的不错一下那至于他在越南了OK 虽然还是亏钱但是他在越南的亏损就啊减少了OK 他的operating loss啦税前亏损从啊去年的855万减少到今年啊396万哦 原因啊他是说他们在越南的啊efficiency效率也是啊有所提高 成本管控也做的比较好不过他在越南的规模比较小啦 只有4间门店了OK 越南就4间那至于这6个月来他的那个consumer financing的部门哈 啊就可以说他做一些微型的这种啊可能贷款啊finance的这个业务 这个部门是不错啊他是说这6个月来收入operating profit跟去年来比都有啊有所提升的 当然啊这6个月来做的比较差的当然是malaysia的segment哈 这也是为什么他今年啊malaysia confirm会关两间 然后第三间还在啊考虑当中也可能会关店 所以展望未来啊就是来临啊5月份的业绩 他是说来临啊3rd quarter的业绩啦 中国方面的这个啊profit啊可能会去到更高了OK 他已经提前告诉你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啊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这个第三季度将会有这个cny哈就是华人的农历新年的贡献 因为中国当然是华人的国家嘛对吗 啊so当然理论上啊应该来临的业绩 你会看到啊中国那边的sales啊可能会去啊肯定是去到更高的OK so当然他的profit啊operating profit哈也理论上啊会去到更高 so来临的业绩啊当然也是要看malaysia的一个表现啊 如果malaysia的这个亏损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亏少啊还是怎样的话 那当然啊partsen他来临第三季度的业绩啊就啊可能会真的会比较好 OK理论上的话所以啊总的来讲哈 当然partsen啊我有看他的现金流啦 其实他的啊operating cash flow啊就是营运现金那边其实是positive的哈 就是当然啊看来说啦主要是malaysia的segment拖累下来咯 当然越南也是有拖累下来 so就像我之前啊其实也是做过简单的分享哈 啊partsen这个啊video之前的我还记得我之前的video也是有讲嘛 我就说哎啊partsen的管理层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未来哈只是做中国的生意 那么啊如果malaysia的生意不赚钱的话那么没有办法就要cut掉哈 可能就要关掉malaysia的部门只剩下当然越南如果亏钱的话也是没有办法 也是要关掉咯可能未来我suggest啦只剩下啊中国的部门 这样子的话partsen才可能比较有希望啊能够break even哈 能够啊止损然后开始能够赚钱了ok 当然看得出他的管理层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了哈 因为毕竟他在malaysia他在越南也更赢了啊好长多一段时间了 不可能啊现在亏钱你叫他啊关掉这些关咯这是啊肯定不会发生的事情 okso就是要考验他的管理层了啦就是你们怎样把malaysia跟越南哈 把它break even让他开始赚钱的ok这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啊股价方面啊当然这一年初他的股价飙了2.5倍啦我个人觉得是啊有点快乐 ok连续亏了十一个季度的业绩啊股价能够有这种表现啊已经啊不能闲了 当然公司NTA是啊挺高的1块5毛3高过他的股价 因为他旗下其实有蛮多的property哈 如果你去看他的annual report的话然后他很多的店面也是出租出去 来啊收取租金的ok 那啊这个二月的业绩是yoy有亏少两个季度啦哈 不过为啊不过来临5月的这个业绩啊他能不能够break even我还是不敢讲哈ok 把刚才说啦就是有机会会啊qoq可能会有进步了yoy啊可能会进步 因为他啊已经跟你说了这个第三季度来临的业绩啊他的中国的表现将会是啊非常不错的哈 因为有这个华人农历新年的加持 所有理由会相信可能会啊是一个进步的业绩啊哈 5月份啊来临的一个业绩 所以当然啊讲的那么多哈哈 还是啊disclaimer四个字最重要的就是啊买卖支付 ok这四个字啊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啊今天视频分享暂时啊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啊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也希望能够让啊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订阅啊打开铃铛一遍啊最快的啊速度能够知道啊新这个视频的发表 然后啊当然最后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啊这边收看啊我们再会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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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